看来你是不打算 把你的故事 讲给冯凯定了 我肯定不告诉他呀 要说服他 基本上可能性是零 我没准还得沦为笑柄 看来你是没疯 你赶紧说 如果许家福没死 那四十万巨款 是许家福占为私有了 我说如果 这许军 无疑是受益者 这可能也就是 你父亲当年到上海 私自调查许军的原因 但是 现实是残酷的 这个许家福 确确实实已经死了 有当年的验尸报告 还有DNA鉴定做证明 如果 没有如果 我这都没�� 就走的时候 当个门带上 嗯 祝你 你 好像 我 我 我 托吗